然后买来是买了五只火腿 还买了其他的一些油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我是送人的 后来到了二月初过年的时候 有人跟我反馈 就是说这个肉他们打开来是臭的 那我就告诉所有送的人 跟他们说不要吃了 五只火腿是一月初 李女士在杭州麦德龙金家度商场买的 说是都送客户了 现场她拎来了两只 第一时间去他们家 把那个这些臭的我就收集回来了 我现在只收集到两份 然后我她给我看的时候 确实也是这样 一方面纹是臭的 还有所有的肉就算没有打开的 按上去都是软塌塌的 但是正常的咸肉的话 是不可能这么软的 李女士手里拿的这块肉明显发黑 她说是从客户家里拿回来的 记者凑近纹了纹 一时没忍住 这个臭 这个好吃 那你其他的有没有拆开 我觉得没有必要拆了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已经坏了 对于人来说这个一个坏了 其他还敢吃吗 谁敢吃 火腿包装上的生产厂家是蓝锡市金苏火腿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日期2023年12月1号保质期12个月 包装上有一个固定电话 打过去没有人接 小米之下 另一只没有拆封的火腿 肉的颜色更鲜艳 现场拆开后闻了闻 没有明显的意味 这块好像咸香味比较明显 我的诉求就是根据消费者协 消费者协议保护法148条第二款的规定 给我来赔偿 赔时或者我损失的三倍 林女士说 一只火腿168元 一共花了840元 客户反映火腿有问题后 自己又是上门取 又是重新买礼物 损失不小 麦德龙超市的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这款产品 已经过了销售季节下架了 唐州麦德龙金家度商场的经理回复记者 他们对近货流程严格把关 也进行了查验 火腿都是真空包装 出问题的原因还有待确认 商场经理表示 希望和林女士一起到市场监管部门 协商解决方案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